这里是带你看2018北京车展 德新日系国产品牌我们都看得差不多了 现在轮到了美系 所以我们来到了福特展台看一看瞅一瞅 福特这次带来了全新福克斯 而且选在中国全球首发 预计10月份正式销售 这么紧测的上市安排 也能看出福特对于中国市场的重视 全新福克斯目前在国内只推出了 普通版和ST-Line两个车型版本 后续还会推出跨界版 豪华版 旅行车版车型 总共5个车型版本 针对不同的用户需求来打造 让新福克斯有很强的竞争力 咱们现在聊了这个版本就是ST-Line 外观上它最大的特点 就是在普通版车型基础上 加装了全套运动包围和18寸双色轮毂 内饰也换装了ST专属的运动方向盘和运动型座椅 营造了很强的运动气息 在内饰方面 还是有不少的科技亮点 比如自带USB接口的内后视镜 一改过去老式彩电风格的悬浮中控屏 旋转换挡机构 整体科技感营造的还不错 另外 全新福克斯除了新的SYNC3车载连接系统外 还是国内第一款标配车载网连模块的汽油车 这套系统最大的特点 就是能够让你更加自如的使用手机操控车内功能 比如远程点火 远程空调控制 手机远程解锁车门 而智能感应制动保护系统 则有点类似沃尔沃的城市安全系统 功能上虽然没有那么强悍 但是在同级车型里面还是独一份 国内汽车市场中 10万到15万价格区间的紧凑级车型 是国内消费主流 2012年左右 这个级别当时还是福克斯和高尔夫平分天下 随着大众车海战术的展开 再加上同级竞争对手的异军突起 福克斯的竞争力不断下滑 而经过这次换代 外观和配置有所提升 福克斯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紧凑级车型市场中 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好了 科技视角看车展 我们下辆新车见